扶貧委員會開會 討論政府提出收定貧窮線 其中一個方案是將公屋住戶的租金津貼 計入家庭收入 將建宗否認政府蓄意降低貧窮人口 我們過往沒有將公共房屋的資助放進去 因為那不是經常性的現金 而是非現金 但委員會實際上一開始三年前 都已經覺得應該要放公共房屋進去 因為實際上公屋的單位 你的生活是即時改善 你可以動用的每月收入實際多很多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將貧窮人口 所謂要堅強做好或者降低 純粹是客觀科學化和現實反映實際的情況 香港現在我們說的是2014年最新的數目 我們2014年貧窮人口 如果計算政府的政策介入 未介入之前是132萬 什麼叫介入呢 即是政府的社會福利 政策 我們說的是現金的援助 是經常性的 去到96萬 貧窮線有一定的爭議 有些人說不應該有貧窮線 有些人說要有 但是我們始終都是向前走 我們是根據OECD OECD即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即是歐盟那邊的赤道 即是很多先進國家 有些人說的是 您好像有點被角觸 會爆發發展組織 但你會직在攻擊咱绍 我們要看 特色的